香港甲組足球聯賽,今季終於告一段落 經歷這一年的賽季,打斷每位球員所付出的努力 亦因為這樣,一年一度的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令大家可以選出心目中最佳的年度球員 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梁孔吉先生 就跟大家說出選舉重要的意義在哪 這個勝會很重要,對球員 因為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選最佳球星 因為這是對球員很高的榮譽 我們這次第一次開放50%給球迷投票 我就想看看,變成多些球迷參與 這件事是好的,我覺得 其實在觀眾的投票裏面都看到觀眾喜愛 但是也有專業評審 我們也很尊重專業評審的他們的專業角度選出球員 葉鴻輝也是我心水之日 我自己都有投葉鴻輝 頒獎在職,一班球場上戚測風雲的球色 個個低調 大會首先頒發第一個獎項是最佳青年球員 到底花樂誰家呢? 天水為飛馬的葉鴻輝 藍華的郭健邦 葉鴻輝和郭健邦兩位同時成為最佳青年球員 並兼最佳11人 說到最佳11人 今年大贏家絕對是藍華 藍華共有7位球員當選 當中包括李海強、陳偉浩、陳少奇、史高斯、黃展鴻、李志浩和郭健邦 而另外4位分別是來自公民的徐德瑞和發圖斯 以及飛馬的葉鴻輝和伊達 而最重要的獎項 香港足球先生 果然不出所料落在陳少奇的身上 夏年銳耳爭奪阿歇杯冠軍的藍華 網羅了公民的徐德瑞 郭健幫襯這個機會 大贊下這位未來隊友 很快、很有技術 射佛球友一流 夏年希望過隊友會更好 今季球壇兩大焦點 葉鴻輝和陳少奇各自得獎 尤其未來這季上山加盟藍華的葉鴻輝 更加感到非常興奮 真的很開心 尤其是最佳青年球員 在一個23歲以下之內要獲得 其實我覺得這個意義大於最佳11人 因為11人的年期會長 我最佳青年 這個最佳青年都是我今年最想得到的獎項 結果兩項都獲得非常開心 其實加盟藍華我希望自己的事業 可以再闖高寬奪得更多的錦標 在飛馬入面望著葉鴻輝成長的羅太 也對她表示相當的支持 其實她今年是辛苦的 因為她兼顧讀書、上學 由她家去到球會、上學 就是三個香港島最尖端的地方 她每日都還倒遊 我認識的葉鴻輝 其實過去的兩年 一年、兩年 她都是完全將足球放在第一 跟著盡量去攝自己的時間 配合她學業 我也很想在這些方面支持她 新科足球先生陳少奇坦然成長之路一點都不容易 而慰眼色英雄的藍畫足主羅傑成先生 非常欣賞陳七 用努力換回今天的成就 他上來南亞後 短短的兩年時間進步了很多 尤其是體能方面 去年找了他的熱刺 雖然是很短的時期的集訓 但在幾天內他親身體驗到歐洲頂尖球員的態度 練習的態度、比賽的態度 還有一些名師單對單的指點 他轉身、走位、射門 回來進步神速 今天的陳少奇無論是訪問 任何公眾場所都有聲味 希望他繼續努力為香港爭光 總找到這裏 沒錯 沒有任何公眾 看看